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无忌就知道了自身问题所在 他是心境出了问题 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和他产生交集的人也是越来越强 这就迫使他疯狂地想提升自己的实力 从进入神域之后 才短短的时间他就进入了御神三层 这已经和他的功法心境相悖了 他可是凡人修炼 但他在修炼的过程里 时时刻刻将自己和那些修炼天才相比 这也有意无意将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修炼天才 这种心境之下 他没有走火入魔 亦算是妖天之星了 还想进击 直到今天 他沉淀下来 安心去做一件和修炼毫无关系的琐事之时 他才豁然开朗 平常累积的底蕴也在这一刻完全化作了实力 在他内心深处 似乎有种东西正在发芽 一想到这里 莫无忌再次停顿下来 他的心境还是没有彻底的完善 之前他种植青鹿道 并不是和修炼毫无关系 说到底 他依然是为了修炼 青鹿道 你可以解单独 他可是冲着这个 才来种植青鹿道米的 他似乎走到了一个岔路口 因为修炼的是不朽凡人诀 以凡人如道 他此刻 应该保持着怎样的心境去修炼呢 应该不要去想青鹿米 可以解除单独的事情 他种植青鹿道 什么目的都没有 就是为了安静安心 只有不带任何目的的去做 他的心境才能得到彻底的升华 莫无忌皱起了眉头 这似乎不是他内心深处需要的 他内心深处种植青鹿道 可不是闲得无聊 也不是没事着事 更不可能不带有任何的目的 凡俗之人种植稻米 也是为了生活 为了换取生存的权利 他种植青鹿米为了修炼 有什么不对啊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不带任何目的呢 他本就是一介凡人 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 无常为别人种植青鹿米 这种事情他做不出来 他既然付出了奴隶 那就需要有收获 一道无形的阴影桎梏 像是被烈火融化的尖兵 在莫无忌的身上直接消融不见 莫无忌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他眼前的一切 似乎都变得彻底开阔起来 不用太刻意 有本心才有本我 不要去和那些修炼天才相比 做自己的事情 修自己的凡人道 莫无忌整个人都彻底的宁静了下来 再没有之前因为修为不尽而急躁和烦恼 他安心的翻地 安心的播种 安心的布置聚灵阵 然后安心的等待着收获的季节 因为那观管石和莫无忌不对 莫无忌并不知道 一龙地需要种上多少的种子 他唯一能知道的就是青鹿米六个月成熟 任何时候都可以播种 一年可以种植两季 也可以只种植一季 可以说青鹿稻米是整个神域中 唯一一种成熟周期短 功效最大的灵值 比起那些动辄数千数万年 甚至数百万年才成熟的天才地宝 青鹿稻米弥足珍贵 用神鹿人的话来说 这是天道赐予神鹿修道者的无上礼物 你这样是没用的 一般情况下 青鹿稻谷一龙地种植五百秒 甲子地最好的产量 是一秒可以产出一两青鹿稻米 五百秒能产出五十斤青鹿稻米 至于青鹿稻米的等级 那就根据种植过程中的手段了 你这是钉子地 地力不足 至少得种植一千秒才行 一个突兀的声音打断了墨无忌的工作 墨无忌抬头看见一名黑肤青年男子 正背着一柄灵橱站在他的天龙边上 因为之前整个身心全部投入到了种植青鹿稻谷的种子里 他居然没发现有人站到了他的近前 多谢朋友之点 墨无忌一抱拳随意地说道 就算他一粒稻谷没种出来又如何 那光管是能耐他何 一个玉神七层的家伙 墨无忌还真不放在眼里 黑肤青年也是笑了笑 随手抛了一本书丢给了墨无忌 你应该是得罪人了吧 否则不会被分到丁龙来的 这有一册种植青鹿道的经验介绍 你自己看看吧 对了 我叫古亥 在语字二十九号地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来问我 说完之后 也不等墨无忌感谢 转身就走 墨无忌暗叹 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会有古亥这种乐于主人的人存在 简单的翻了下古亥给的青鹿道书 其中主要介绍的 是需在什么时候积水 需在什么时候让日光照射 需注意哪些事项等等 具体一笼地种植多少青鹿道 也是很有讲究的 一般来说 地越差 种植的青鹿道苗就需要越多 否则的话 产量会非常的低 神鹿中很少出现上等青鹿米 上等青鹿米也被称之为上品青鹿米 大家使用的基本都是下等 也就是下品青鹿米 一些宗门长老和有身份的人 使用的是中品 极少数的上品青鹿米 都被人当成珍贵的礼品享受 并不会寻常使用 至于极品青鹿米 那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了 那可是可以媲美顶级宝物的东西 可遇而不可求 极品青鹿道苗的珍贵 可不仅仅是化解单独和修炼的功能 极品青鹿道苗最珍贵的是 如果用其作为种子 哪怕是一个新手 也能直接种出上品的青鹿道苗来 在这本书里 还介绍了整个神鹿 唯一可以种植出极品青鹿道的人 青鹿神王 怒放 青鹿神王怒放 可不仅仅是一个神王 还是一个五品神丹王 在神鹿 五品神丹王 那可是站在巅峰的存在 根据书中描述 青鹿神王怒放 性情温和 悲天悯人 只要力所能及 他都会尽力相帮 在整个神鹿当中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架子的神丹王 然而就在十万年前 怒放为了将青鹿道带给神域 所以想横跨击灭海 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 没了任何的消息 莫无忌合上这本书之后 第一个想起的 就是自己在龟壳岛上 弄到的那个丹石传承 根据龟壳岛中心 那个十九中的冤魂所言 他给自己的那些丹道剪剑 以及丹道御剪 都是一个途经 寂免海的丹石所拥有 莫非那个人 就是青鹿神王 一想到这儿 莫无忌赶紧放下了手中的活 第一时间回到了洞府之中 将那枚戒指取出来 拿出了其中的树梅御剪 和一本很厚的书籍 遇见莫无忌基本上都简略地看过 是对各种神灵草的简介 还有丹方 炼制神丹所需的注意事项 莫无忌打开了那本很厚的书籍 封面是青色 翻开第一页 上面书写着几个字 神界灵植上册 再往下 编整 怒放 果然是青鹿神王 尽管知道自己手中的东西 绝对非同寻常 但莫无忌的心里 仍旧有一阵黯然 根据之前他所见的 青鹿神王怒放 绝对是一个好人 大公无私 否则 也不会想着冒着生命危险 去神域传众青鹿道 可遗憾的是 怒放仍旧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在即将到达神域的位置 被一个元魂所杀 而且他的精血和元神 还被那个十九元魂 拿来炼制大丹了 莫无忌将几枚玉剪 和那本厚厚的书籍放在了桌上 对这些东西一报权 青鹿前辈 如果你真的希望将青鹿道 传到神域之中 这个愿望 将来由我来帮你完成 至于那个杀你的十九元魂 有机会的话 我会帮你报仇 将其他的东西 收进了不朽界里后 莫无忌留下了那本厚厚的神界灵指 青鹿神王 将丹方和炼丹手段 以及各种神灵草和辨认神灵草的方法 都刻在了预见之上 而这本神界灵指 却是专门介绍的 种植培育各种灵指所用 翻开书 莫无忌便能看出青鹿神王 有多么的博削 青鹿神王的指示 那是无数年的岁月堆积起来的 很快 莫无忌找到了关于青鹿道的种植手段 比起古骸之前给的测词 这上面对青鹿道的种植方式和手段 显然全面高级了无数倍 种植出好的青鹿道 不仅仅需要好的种子 还有好的神灵犬 更需要的是完善的天地规则 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 反倒是最次要的东西 莫无忌可以肯定 如果让青鹿神王在这儿 绝不会把这里种植青鹿道的土地 分成好几个等级 根据青鹿神王的描述 只有规则齐全的环境下 用几种灵质的灵液 才能培植出极品的青鹿道来 这话让莫无忌大受启发 他没有大量的灵液 但是他的介质里有种神灵草 叫做五叶草 五叶草等级很低 仅仅是一级神灵草 不过这种神灵草有一种特性 它拥有完整的五行属性 莫无忌不是要用这种五叶草的灵液 培育青鹿道 他是想用这种五叶草作为载体 嫁接青鹿道 青鹿道不是要规则齐全吗 五行属性的五叶草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天地规则都蕴含 但绝对算是规则齐全的神灵草 至于义属性规则的神灵草 大都价值高昂 莫无忌也没想过 用那些神灵草的灵液培育青鹿道 用五叶草作载体 嫁接青鹿道苗 主要是想让青鹿道 吸收到天地间的五行规则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